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 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 来到宜兰客庄 发现东山乡当地还保留一项客家习俗 就是在天穿日的时候会煮一锅菜头迷 全家一起享用 这时候长辈都会告诉晚辈 吃完隔天就要好好开始工作 吃到菜头迷等于宣告新年假期的结束 阿甘姐说她从小吃到大 特别喜欢这道菜头迷 阿甘姐 为什么要做这个菜头迷 以前我们宜兰这边的客家人 很重视这一天是天穿日 我知道天穿日 就是客家人为了纪念这个女娃娘娘 然后补天 让这个大地的景象恢复过去欣欣繁荣 所以客家人在当天是不工作的 对 所以要制作这个菜头迷 对 他们这一天比过年还要重要 甚至说天穿日 做工是永远做不完的 就好像以后没有幸福的日子 制作传统客家味的菜头迷 要先把蒜头香菇放入锅内炒热爆香 依序加入猪脚肉虾米白萝卜 炒拌熟后要加入生米 这与米男人习惯用熟饭煮粥不同 阿甘姐说以前跟妈妈学做这道料理时 妈妈说只有生米才能煮出真正的客家味道 再放入足够的水大约10分钟就完成了 香喷喷的菜头迷就要上桌 赶快来尝尝看吧 现在期待已久的这个菜头迷 然后现在就要开始来试吃了 好好吃喔 真的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个阿甘姐 说她用生米去煮了 因为它煮出来的那个米的香气 是非常的浓郁的 而且它的那个米香跟它的Q度 都是刚刚好 而且那个水分好够 因为有一些粥吃起来会太稀 或是太干 可是这个其实刚刚好 对对对 就是用生米去炒的比较好吃 如果你说用电锅去煮 煮起来再混合在一起 就味道就不一样 天川日吃菜头迷这个习俗呢 除了是客家人呢 纪念女娅娘娘之外呢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是啊 她也是提醒我们要爱护地球 珍惜地球 那这一天呢不工作 然后让大自然能得到休息 那其实啊 一家人吃的这个菜头迷 其实很幸福 这一天呢不工作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的 就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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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